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 大年初一王子秋盛义来拜年 帅气献上金元宝 祝福大家苟年财运旺旺来 虽然自称从国中以后再也没有接触过美劳 但为了向自由时报读者和粉丝献上今年祝福 秋盛义特别重拾剪刀 美工刀 献上吉祥法斗剪尺 希望大家苟年充满斗志 秋盛义动作果断利落 在雕刻出法斗图案时 完全没有尸首割断 一体成型 自己对成品也很满意 笑说我做事真的属于果断型 回顾去年的演艺工作 秋盛义说 2017对我来说是很充实的一年 我过得很踏实 除了偶像剧 《烧席力阵》 《我爱你受到大家喜欢》 我也出了唱片 《Attention》 感觉很圆满了 尤其烧席力阵让他又多了很多更年轻的粉丝认识他 支持他 真的满开心 今年新的计划 除了继续拍电影 4月的生日 音乐会也不能少 今年过年 秋盛义和家人要一起进行温泉之旅 他很重视过年 因此老早就预定好饭店 规划好行程 他说 我很喜欢过春节 可以放松心情 又有快乐氛围 我会把过年时家人团聚出游的过程拍成影片再剪辑好 传到家人群组 这是最棒的回忆 虽然今年第一次没有奶奶一起围炉过年 但秋盛义说 相信奶奶在天堂也是没有病痛 开开 心心的和他们一起过年 过年秋盛义最爱吃的除了这样年糕 还有妈妈准备的马薯 也很爱喝外婆煮的酸菜汤 但他谈到 过去11年一直忙着工作 开始发现失去健康 所以也会开始吃健康食品 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更自信 快乐很多事情看的比较开 只要自己尽力了 结果如何他都能自在接受 演戏唱歌拍广告 秋盛义辛苦工作也让荷包满满 过年就是他表现心意的时候 今年同样要准备两三十包红包给爸妈 堂弟表弟姑姑婶婶 等家人亲友 但他笑说毛利没有 因为他自己会赚钱 他发红包都要大家各平手气 笑说我会在每个红包放进数目不同的钱 然后让大家抽签 抽到多少都是自己的运气 过年少不了娱乐节目 秋盛义会和家人亲友玩21点 他笑说我的运气算很好 每次玩21点 输的人要洗碗 赢的人可以像国王一样下指令 像我就会叫毛弟帮我煎牛排 买东西啊 秋盛义祝福大家什么都忘 记者潘少唐社 秋盛义苟年献上法斗 减持贺青春 记者潘少唐社 秋盛义手捧金元宝 祝福大家才运望 记者潘少唐社 秋盛义剪出应景的减史 记者潘少唐社 秋盛义对成品颇满意 记者潘少唐社 我們支持全聚 明镜 agree with you